《薩加利亞書》第六章 我有抬頭看見四輛戰車從兩座同山之間駛出來 拉著第一輛車的是一隻紅馬 第二輛是黑馬 第三輛是白馬 拉著第四輛的是大斑點的紅藏灰馬 我就問哪個跟我說話的天使 我主啊 這是什麼呢 天使回答說 這是天上的四陵 事立在全地的主面前 要出去執行他的任務 黑馬拉的車要去北方 白馬要去西方 大斑點的灰馬要去南方 哪些坐馬迫不及待要出發去巡視大地 上主說 你們去巡視大地 他們就立刻去了 這時上主呼喚我說 看我哪些去北方的馬已經把我靈的怒氣 在北方的大地上宣洩出來了 上主又給我另一個信息 黑代 多比亞 和耶大亞 要從秘魯到巴比倫的猶太人那裡 帶來金銀禮物 他們一到 你就在西方雅的兒子 約西亞家裡迎接他們 你要收下他們的禮物 並用金銀做一頂冠冕 帶在約殺達的兒子 大祭司耶穌亞的頭上 你要告訴他 天君的上主這樣說 這就是那稱為知子的人 他將會像知子一樣 從自己的地方長出來 並要建造上主的聖殿 是的 他要建造上主的聖殿 然後要接受君王的尊榮 在寶座上作王統治 也要在寶座上作祭司 他這兩個角色 將會配合得天衣無縫 這冠冕要在上主的聖殿中 成為紀念 好讓尊榮歸級奉獻的人 就是黑代 多比亞 耶大亞 和西番雅的兒子約西亞 人要從遠方來 重建上主的聖殿 那時 你們就知道我的信息 來自天君的上主 如果你們謹慎遵行上主 你們上帝的話 這一切的事 就必成就